是呀 等一下… 好… 你們想訪問我嗎? 明天…好,好…再見 當然想訪問你 我不是偷聽,只是你說大聲 上次那個劉麗去義壽司踏場 被我拚到他口硬 可惡,記者看我懂得喝、懂得吃 說話又有項目,不就爭著訪問我 那你豈不是一炮而可惠? 好話 我吃東西從來很有要求 終於有人認同我了 我已經部署好了,我們要成勝追擊 部署好?那是丁丁丁 我花了一晚的精神 嘔心拿去寫了一篇食評 記住在大食家 大食家?什麼? 是最權威、最多人看的飲食雜誌 這本雜誌最近已經衝出香港 所以有很多人沒看到我的文章 我一定要向美食專家這個目標進負 你一定會成功的,今天… 阿Dee的大食家出版了 世宇 阿Dee,大食家出版了 那就看看姜姜的東西寫得怎麼樣 怎麼沒有? 會不會被人抽起來了? 那他豈不是很可憐嗎? 一場歡喜一場兇 當然了,打電話給他,我去問問他 你打給我嗎? 我打不通 他打給我 姜姜,怎麼樣? 我那篇食評出版了 登了,在哪裡? 大食家 大食家我現在拿著 沒有你的那篇,是不是被人剪掉了 不用這麼直接,很傷心 你們拿的那本一定是香港版 我說的是日本版 日本版,不是吧 有什麼奇怪?我日文好嘛 你知道那邊的銷量等於香港的三倍 就是說會多些人認識我姜姜 也會多些人認識異仇詩 那你不是很威風嗎? 不跟你說了 讓我欣賞一下我那篇劫酒 好,再見 登了在日本有大食家 在日本有大食家? 那我沒用情,很厲害 不知道你們日本人 有沒有聽過我們中國人會成語 叫阿廟助長 是呀,我也覺得我哥哥說得很對 我的經驗上升,怎麼能一步登天呢? 我們應該循序漸進會好一點 循序漸進? 無理的,搜索先來 這個,你怎麼聽過水蓮花? 當然有 水蓮花可以堪稱為世界上 最值得參考的飲食指南 如果被他評為星級食肆的話 可以說是餘藥龍門,升價百倍 我收到消息 水蓮花會派專人來香港 進行秘密試食 以壽司已經列入了他們的推介名單 是嗎? 那我們這次不是發財嗎? 如果是真的,我們要有什麼準備呢? 剛才弄一個店的裝潢 給人感覺一個高級的感覺 又把好的食材回來 是… 選擇 資金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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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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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鴻先生,在哪裡? 廢話,每天我都是最早的回來店 讓我買早餐回來慰勞一下你 我吃了早餐,你這麼有空打牙膠 不如早點回來就好了 好,就這樣吧 大學,你的手怎麼樣? 還有點忍忍作痛 傷了很久了,還沒康復嗎? 為什麼突然關心我的手? 我今天在白鴨桌上發現一條蘿蔔絲 好像頭髮那麼幼 這個人的刀工很厲害 盈仔的刀工又進步了 盈仔的刀工怎麼進步都沒有我功夫 毛鴻先生,你不會以為是我這個傷殘事 做的吧? 我真的這麼有意為 不過後來想想 斷猜你也不會扮演騙人的臭小子 是嗎? 我要開店,我先出去 等一下 對不起… 我忘記了你的手傷了 其實你的刀工這麼好 你的手真的要快點好 怎麼樣?不知道怎麼下刀? 就是,這條安康卷硬硬硬硬硬硬硬 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要處理伯父的確有點難度 不過這種魚不是放在砧板上刺 塗點鹽在手上 妖怪很容易滑手 接著幫一條魚剝皮,然後加肉 手要定,心也要定 下刀不可以猶豫 安康魚的魚肝比魚肉更加矜貴 是高級的食材 可以用來做壽司和貨物 終於搞定了 哥哥,我發覺我真的還有很多東西 都還不認識 現在要我擔大旗子有點勉強 一邊做一邊學 要對自己有信心 況且大哥何時又不支持你呢 我發覺你從日本回來之後 笑容多了很多 是嗎?或者我有些事情想通了 是,你想通了就好了 我一開始還怕你介意 兩兄弟拍照,你得不就是我擔 我去吃魚蛋睡 糟了,我回去睡一會 今晚還有時間去做 說就說,你大哥無所事事 不如叫他去包桌子裡幫忙 大哥的手還沒好,怎麼幫忙呢 你今天包桌子裡 有沒有切過蘿蔔絲? 切蘿蔔絲和下難的東西 全部都是阿細做的 阿細沒那麼好的刀法 你知道嗎?我今天看到蘿蔔絲 切得像頭髮絲那麼小 我懷疑你大哥在那裡偷偷地練習 哥哥如果康復就會不告訴我 難道他已經康復,想給我一個驚喜 夢先生,那你覺得我不是應該責不知 我就不知道 總之,防人之心物不可無 我懷疑你大哥特意袖手扣鞠 找機會讓他出錯 然後以救世主的身份 挺身而出來收拾殘局 這樣就證明給所有人知道 他才有資格做義壽師的版長 阿夢先生,你會不會想多了 如果哥哥想看著我死 今天就不會那麼有心機教我湯魚 算了,算了 所不間親,輸我多事 是 我知道你關心我的 其實我也很關心你的 你是不是想去吃魚蛋糰? 你現在看的是TV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鈴鐺 訂閱吧 我真的要看見 不懂嗎 你還好嗎 我會好好吃 使用 我們都不會感冒 你會不會嗎